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8月21号 应该说今天的中国人 中共国人 完全有条件以躺平的方式 推翻中共体制 我很少这么说 以躺平的方式推翻中共体制 绝不借钱 绝不向银行借钱 绝不买房子 只要这两条守住了 习近平 习使中共必将倒台 房地产危机蔓延 央行再次下调一年期的国内的银行贷款利率 但下跌的辅助只有0.1% 但它0.1%的概念是刺激国内房地产 刺激国内贷款 房地产 据说对预期的角度来讲 比预期的幅度没有那么大 预期概念认为央行一定会降息的 但是幅度没有 幅度本身要比预期大 那它代表什么 代表着房地产 就是中国房地产本身现状的衰败的程度 危机的程度 也就人们谁都不买 谁都不买房子 那而房子呢 包括以恒大跟这个碧桂园的出世 相应在推动着人们对房屋市场的这种悲观的概念 房屋市场占中国GDP30%以上 所以它急于想推动房地产来复苏经济的运转 主要是让它运转 赚起来 那没人借钱 他就不赚 也就是说习近平对中国人来讲 什么都可以控制 就是控制不了中国人花钱和借钱 这个角度意思就是反向控制 你让我借 我就不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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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躺着 我憋死你 中国人可以这么做 那现在这意思就是这样 我憋死你习近平 而本身的故事的本身呢 是在连续房地产降价 这个这个 连续银行减息的背景之下 那楼市危机呢迅速失控 经济去核从 这两篇文章都是来自于纽约时报 今天的头版头条 降息的部分呢 是这个刚刚播出来 刚刚公布的 那而这个防务市场呢 急速失控呢 跟宏大跟这个这个 碧翠元有关 所以恒大故事人说 说那是保护性 这个是一种保护条款 我觉得怎么着都成 你怎么说都成 问题就是他不灵了 恒大不灵了 对不对 碧桂元不灵了 就这么回事 碧桂元的 在香港的股票跌破了一块钱 所以就成了垃圾股 那在垃圾股的推动背景之下 你怎么往下走 另外一家公司搜狐 我不知道搜狐 还是不是那个原来老板 搜狐去年吧 去年是第二季度 它下降了90% 它的营业额 那也就表明了 说所有 只要所有人不买房子 中小企业不借钱 就可以把今天的 习是中共完全崩逼宝 憋死他 一直到他灭亡 因为这里面最大的问题 就是人们对他们的不信任 对不对 普通人对他们不信任 那而他想去信任呢 他也赚不了钱 就是他运转不了了 已经给冰冻了 对吧 已经躺平冰冻了 然后你说 我想立刻给他化上水 拿火烧都来不及 我们就从这个 从这个两个角度 去跟大家分享一个大的框架 那这都是刚刚发生的 另外一个是这个 核去核从 这都是纽约时报 今天拿 经济疲软 扰论全球的股市 港股跌 跌入熊市 港股跌入熊市 它是指今年 香港股市下跌了21% 以20%作为基准 下跌了21% 那就进入了熊市 8月份 这刚刚21天 8月份下跌了10% 那跟房地产的状况 跟中共国降息的状况 是吻合的 也就是说 中共国减息 那包括房地产的崩溃 以及 其实包括 李嘉诚的抛售 房地产 是一脉相通在 他是把整个大的框架 大的框架给看到 也就是说 李嘉诚 抛掉房 抛掉自己的房子 是趁着政府 在推动 利保股市 利保房市的背景之下 他就异象操担 对不对 你要求推动股市吗 推动房市吗 我帮你推动 我以非常的价格 往外抛掉 那接手的人 以后面临什么 是另外一回事 但今天的人 唯利是图 据说三万多人 排队去买他了房子 那也就讲说 那李嘉诚肯定 脱手成功 对不对 所以不是 在那些贪图 占便宜的背景之下 李嘉诚宁肯赔钱而跑物 这是一个大的框架 大的框架 这个大的框架 也就是 变成了在未来的时间里面 大家看到是一个不可逆转 所以你想想 在整个港股暴跌的背景 整个港股暴跌 那中国股市也在暴跌 中国在刺激的整个背景之下 根本就没有任何人去有行动 这是我想说的 在中共国境内 人们推翻中共 已经不是一个 就不是一个幻化 人们透过躺平的方式 等待的方式 躺平的方式 绝不行动的方式 将会使得今天 其实中共崩溃 自身崩溃 成为了一个 真的成为了现实 反正我自己感觉 当我看过这消息之后 给我的感觉是这样 因为它降息太频繁了 在这篇报道当中 它直接就这么讲 它评论就这么说 两个月内 那政府对商业银行贷款 第二次下调 幅度尽管低于一期 但这种小幅降息 进一步表明 政府对应经济放缓的 常规手段 已经失去了它的功效 这给贷款增长 和更广泛的经济活动的支持 是非常有限的 这是伦敦的一家公司 直接这么讲 所以这是我跟大家解释 是说没戏了 就是能够正常的运作的方式 能够想到的方式 已经失去了它的能力 那失去能力 失去做法 那就会越降息 人们越等着 房屋越跌 人们也越等着 对不对 那你就另外的方式 就可能逼着人花钱了 那你就看政府 以什么样的方式逼着别人花钱 但只要普通人不借钱 不花钱 就可以把习是中共逼死 这成为了一个客观事实的状况 现在更大的氛围 就是欧美整个社会是一种衰败 完全衰败 也就讲说 拆东墙 补习墙的方式 根本不存在 整个人类社会 处于一种大的衰盘中 而习近平 习是中共 老想把自己放在一个 就像这种圈落之外 根本不可能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谢谢大家